好 这题呢 他实在是太有趣了 那他说 如果今天严重出血 那血压一定是下降 答案B 那现在呢 这个 如果要让血压固定的话 那必须要怎么样 那你要让血压增加 就是让这个 输出量增加 那输出量增加就是 一分钟打出血量要增加 那一分钟打出来的血量增加 那就是 心跳快一点就好了 有没有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要让血压增加 除了输血量增加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阻力增加 那如果阻力要增加 根据这个方式 阻力增加就是 黏制系数变大 或是这个东西 他的长度变长 这不太可能 血管无法变长 那如果阻力增加 另外一个就是让半径 把它缩小 那半径缩小 血半径增加 那不行吗 那另外一个就是 心脏的收缩力增加 这个证据 因为收缩力增加 这个 输血量就增加 答案 b c i i i 谢谢大家